我今天特地穿了一件 是这个旅程有一个人送给我的衣服 叫做I am Africa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段冲轩 以前我叫Derek 现在我叫冲轩 其实我一直都叫冲轩 在2019年10月的时候 其实我做了一个人一世都不忘记一个决定 直接是壮举 因为我知道如果那个时候不做 可能我去退休才会有机会去做 甚至成世都没机会去做 也不是什么壮举 我只是迟了一份工作 一个人背着22公斤的气财和白行李 洗尽了我所接触 去了地球的零一面 一个人可能成世都不会踏出的一个地方 叫做中南美 整个旅程 主要路线包含了11个国家 分别有 开party开到死都要继续开的 墨西哥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 我们已经变成一部分了 人们在拍摄我们 他们完全是用另一种角度去对待死的东西 完全是颠覆了中方传统的思想 或者可能这样才对 让我们继续狂欢在死亡里面 Yeah 对他又爱又恨的活古董 古巴 这张就是所谓的WiFi卡 但是我已经被人压造了 这个叫什么 古董车Tour 他说这辆车是1953 然后引擎是Original引擎 就是他没有在苏联改装过的 但是很舒服的 我刚刚在他手上拿了一支 我现在试一下 真正 虽然这里是旅游城市 但是很热情的 Amigo Yeah Come back next year Yeah Yeah Two weeks Yeah 我们就是这样沟通的了 少少英文 风光如画 加纳比海风情 白离枝 看我 哈哈哈 有点高啊 大哥 有点害怕 40米我来了 可以乘车乘到整个背包都是狗屎 现在这里全部都是狗屎 他们不只拿着狗 还拿着鸡上巴士 但是又可以每15分钟 看到一次火山爆发的危地 危地马拉 哈 Mocados 这个就是我们走上来的目标 哇 Lovers 哇 哇 Lightning 哇 哇 现在气温应该是只剩6度 是很痛的 我们所有人都围着在火炉那里 催烂 2019年 11月17日 早上5点40分 我们终于登艇了 哈 好漂亮啊 空气是好气 我刚才走上来那条路 是很窄的 然后沙石不断跌下去 你有些位置直接要爬 还有 你三只几海白 你直接是 呼吸的空气完全不够 我来到这里 我现在说话很喘气 但是你一看前面这个景 哇 是不都直 超时空进化之奇特动物堡地 厄瓜多尔 哇 传言一次了 很开心啊 看到整大堆的沙鱼 LAST GROUP OF SHARKS 就是起码看到有4-5条 HAMER HACK SHARKS 还有有几条 不知道是YTIP 还是Black TIP SHARKS 跟着 CELLO Hola Hola CELLO Hola Hola MK仔 OK 走 这边 这边 是多了 神经病 那么多只 不只踏地长 而行山竞都长的 智利 即是这个世界呢 超级朱世 我在El Galaparte 遇见日本人 这里遇见巴西人 荷兰人 还有 杖命界 神经病 这个就是SOLO travel的好处 大腿这些位 小腿这些位 完全是 每一步路都在痛 而且膝蓋开始有点痛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完成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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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车组练了 我们走了70.8公里 4天的时间 这里是我们的最后一站 很开心 完成了人生Bucket List 其中的一项 这个山头 整个山头都是魔崖 还可以近距离 走到魔崖旁边拍照 它是Pakko 我在Hostel认识的 吹一吹一吹一吹 就会认识到朋友 就是这样 SOLO travel 又看到他们了 两个荷兰人 又在Hostel认识的 有冰川 有瀑布 由冰到热 再到冰的地方 阿根廷 温但幻到那种 核子 是防止的 中核子 dings 一千元阿根廷 大概一百元港幣有這麼大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盎司 但是很大的 但是你看 外面是熟的 裡面是不熟的 剛剛好這個 超嫩 果然 來阿根廷一定要吃 2 1 1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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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的 這個日落不是開玩笑的 紅色現在已經射到雲 然後你看看有多少水 事實證明是我們那個垃圾司機 找不到水源 幸好我之前上網看日落的影片 然後發現連累日落的影片很美 然後我馬上去看日落 就來到這裡看日落 好美啊 還有昔日的印加帝國秘魯 它在一間屋裡面是濕粒粒的 每支起床的皮膚全部都是粒粒 又沒有網絡又沒有娛樂 又沒有WiFi又沒有電視 連電都沒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經驗是正的 就是那句 一生人真的可能只有一次 五個小時啊 五個小時才能看到全景 它值得等待的 世界新七大奇景 拍著迫著 還有地球上面最後一片淨土 最神秘 最遙遠 最難踏足的 第七大洲 南極洲 它正在那裡 它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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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會感受到這樣的感覺 我抓到了 我抓到了 就是這樣 你還沒飛的 $1 、 thank you so much 謝謝 那位是在干杯 希望 然後蛇就這樣 小便便出了 他在玩那種動作笑 神經病 哈哈哈 啊 神經病 88天 一個人兩個背包 一個完成七大洲的旅程 更是一個改變人生的旅程 神經病